水龙头我们在软硬管连接的时候 身边有些时候确实是不具备铁丝和卡扣来固定 然而给我们使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不知道如何固定安全牢靠 不知道如何固定不跑水不冒水 身边又措手不及 今天教大家一个水龙头连接软管 这样最好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此时已将软管套入这个水龙头内侧 其实没有铁丝没有卡扣 我们还是可以固定的 只是大家没有看到这个方法 我们其实很简单 准备一根绳子这样 绳子形成一个节点 节点形成之后 我们将绳头从后方再绕回来 前方注意形成交叉点 交叉点我们用手手动给交叉点提起来 绳头从交叉点中慢动作给它穿过去 然后我们双向拉伸直接就固定 固定完成的节点 不跑水不冒水不漏水不开扣 简单又实用